我们回来看 中国在此时此刻去撕毁协议 是不是又要踢又要踹川普一脚呢 这是不是在落井下石 我们来看 这是在报复川普 而且选在这个时候报复川普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场美国暴动 让川普的民调直直落 这个此时此刻又撕毁贸易协议 中国要暂停进口美国大豆和猪肉 我们也知道美国大豆和猪肉 就是在农业州 而农业州就是川普铁杆子的支持者 一旦撕毁这个协议 有没有可能动摇他们的支持 其实这一次美国的 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 似乎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中方到底有没有 真的要撕毁协议 目前看起来是扑朔迷离 虽然路透跟彭博都传出这样的消息 叫停购消息 可是就在6月1号 就在6月1号 中国的国营企业 还跟美国订了18万吨 三船的 三船的大豆 但是起火了 据说那时候正在谈 有没有可能谈到一半就要喊咖呢 对 如果喊咖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等于说是撕毁 双方才去年谈好了不到半年的 才半年多的 半年多的那个协议 所以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在这个时候 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 而且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决定的话 那全球的经济 本来就已经被新冠肺炎 已经打得不成人形了 全球经济 包含台湾在内 都会再受到新一波的冲击 所以我们要密切观察 目前为止 全球经济 其实就关系到两个人而已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那中国不跟美国买 对美国当然是重创 特别是那些豆农和猪农 对中国而言 它仍然有替代效应 我不买美国的大豆 我买巴西的大豆 其实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中国经济第一剂 其实已经非常惨 所以也许它根本不需要买 对 其实它本身的国内市场需求 已经大幅下降 而且其实另外一方面 中美去年签的第一阶段经贸业 其中有一个条文 当时没有人注意 但现在就非常非常关键 就是说双方如果在遇到严重的天灾 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 或者说所谓不可抗力的时候 双方那个条件 2000亿的那个条件 什么时候兑现 本来是说今年770亿美元 我们就中国要加购 在本来的水平 水位置上再加购770亿 然后明年的话 是1230亿美元 但是有那个条款 那个条款是说 如果有重大天灾 那其实新环肺炎 我想应该是可以 当然是说天灾 或者说有其他不可抗力的话 这个条这部分的 怎么样兑现 兑现多少是可以调整 所以中国有没有 有没有必要说 在这个时候做出 撕破脸的 但是它有没有必要 那是另一回事 但它可不可以 它可以 因为如果有这个条文 所以之前中国一直跟川普说 我们来重谈吧 川普不鸟谈 但它可不可以重谈 可以重谈 它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说 我暂停买 可以 特别是一旦它暂停买 不买大豆 不买猪肉 我相信对川普的选情 绝对雪上加说 他想不想让川普落选 当然想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来谈谈 到底这些农业州也好 这些猪农也好 对川普的影响有多大 好 那其实美国农民去年就很惨 传出一大堆贷款违约事情 破产的 甚至农民自杀潮 在去年的时候都已经传出来的 不过另外一方面 美国农民向来是非常非常挺共和党 非常非常挺川普 过去一年 我们可以从民调看起来的话 大概美国农民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战的重创 但是对川普的支持率 大概只有小幅的松动 今年的话 今年情况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先前已经有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冲击 那如果说再加上中美贸易战 让农民遭殃的话 那有可能 有可能让川普在这个农业选民上 农业选民上这一块来施血 那可能会在中西部的 中西部一两个 就是川普本来在2016年的时候 跟西亚蕊占 那个差距比较近的 近的那个农业州 有可能会造成一些 会造成一些影响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2016大选 既然总比你谈到2016大选 我们来看到 其实川普在大豆选区 高粱选区 玉米选区 小麦选区 都是大获全胜 那之所以差距会这么大 最主要也是因为 川普当时很接地气 得到了农民的支持 但这一次还会得到农民的支持吗 在中美贸易战之后 在中国撕毁协议之后 有没有可能动摇 他的选情跟基本盘呢 值得观察 但是中国司马招之行 掳人皆知 他希望他卖冬蒜嘛 那我们要谈谈 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 不买美国的猪肉 它会几乎会缺 因为它其实 国内的大豆是不够用的 得靠进口 国内的猪肉也是不够用的 得靠进口 对 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嘛 它需要半导体 但是自制力不足 要什么 从国外进口 跟美国买 跟台湾买 同样的道理 请大家看一下 这是2015年到2020年来 中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一个大豆 大概每年都8千多万吨 都是这么高的一个比重 所以中国也知道自己的要害嘛 所以他提出一个大豆振兴计划 人家暗中已经在做了很久 在什么地方 东北嘛 然后黄淮海嘛 西南这几个地区呢 要大量的种植这个大豆 总共要种到什么 1.4亿亩 只要给它达到这个数字 他们希望说2020年就达到了 可能还暂时达不到 目标嘛 但是假如给我达到1.4亿亩 那是什么概念的话呢 我就不需要进口了 我全部自给自主了 我不用看你这个美国 不用看你美国的脸色 管你川普在联论 是因为这样北大荒才大壮吗 对啊 都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分析这个背景 其实在80年代 90年代 中国还可以把大豆出口 但是加入WTO 加入WTO之后 大豆的进口关税跌到3%了 然后豆油的关税只有9%了 我问你 这么低的关税 还要自己种吗 从国外进口啊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所以还有这10年来 中国自己种子这个大豆的成本 一直上涨 一直上涨 所以你自己种的成本很高 从国外进口的 很便宜 当然就是进口嘛 这是一个背景 再过来我们知道 中国最大的粮仓就是在东北 东北 那东北人有一个习惯 这些农民是喜欢种水稻 玉米不喜欢种大豆 为什么 大豆机械化的程度很低 换句话说爱好人工 人力成本很高 对 那这样的话 机会成本就太高了 所以他干嘛种大豆 这是一个背景 这个反映在一家公司的股价 这个大概这一年 涨了一倍 北大光集团 我们都听过这个大陆 那时候这个文革的时候 年轻人被流放到北大方 真的有一家公司 这个是在东北黑龙江 大概规模最大的 种大豆大米的一个公司 我们看时间拉了长一点 要稍微多小一点 对 从这一年你可以发现 年初 年初八块已经到18块 光今年就涨了一倍 所以完全没有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告诉你 他多厉害 人家现在跟阿里巴巴合作 云计算 大数计 电商 他是怎么样 这个淘宝网的双十一开卖 十秒钟 既然卖出了黑龙家的大米 大概是一百万斤 一百万斤我们没有什么概念 我告诉你六万人 一个月的口粮 他十秒钟把它卖掉 十秒钟养六万人 你想看 你这种东西 过去用传统的农业的销售方式 没有用现在这种直播的方式 科技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卖那么多吗 不可能卖那么多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 科技的升级之后 农业的升级 结果它的股价 产能很大 对不对 因为卖得掉我就种更多 是不是 卖不掉我就只能种少少的 这是一个因果的循环 再过来 我觉得第二招更厉害 猪肉 因为中国人都是吃猪肉 他是他们主食 现在政府鼓励海外养猪 你爬到南美洲 南美洲的适量成本 土地的成本是不是比中国便宜 便宜 在那边把猪养了以后 再把它送回来国内 解决这个是吧 而且南美洲一定 而且南美洲一定不懂得怎么样 AI养猪 还是中国厉害 对对对 他们说中国最大的中养集团 还可以种 养 屠宰 一体化 种就种那个饲料 把猪养大 最后把它屠宰 然后把猪肉再送回这个国内 一体化的这个项目 这个要很科技 然后这个非洲的这个猪瘟的时候 结果养猪户极端化 你知道他们养了一头猪 这个在广西的南里 500公斤 神猪 对 就像北极熊那个体重 像北极熊 因为你现在 你非洲猪以后不是这个猪肉 这是怎么吃的 我不知道 这怎么吃的 大概人家正常是125公斤 它可以养到500公斤 这非常的可怕 非常惊人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中国的富豪 你都想不到 你以为都是做科技 做地产 错 养猪 既不是王健林 也不是雷军 对 有一个 墓园股份的老板叫秦英林 他现在是中国前十大户 京东的辽强东 什么万达的王健林 旁边在 对 都比不上他 他的身价1170亿人民币 他小时候很穷 所以他爸爸也没办法 只能养猪 养鸡 来把它栽培 所以他对农业有一种 这个期待 后来他去读农业这个大学 也当了公务员 最后经济改革出来 做墓园股份 他墓园股份 现在他设计他的这个养猪场 有宛如设计那个汽车 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二代 我告诉你 他怎么样 光那个过滤 那个空气的过滤 就可以把那个病毒的 那个病菌把它过滤掉 用那种科技的 而且你看他养猪场 他不是我们那种平房 是刚才你看到那个大楼 他在大楼里养猪啊 对啊 那里面的所有的设备空调 各方面这个洒水的系统 全部科技化 那我告诉你 数字 你知道2019年 沐沿股份这家公司 赚多少 赚61亿的人民币 台币260亿 然后成长多少 10倍 成长10倍 然后你再看他的K线 我告诉你 那K线 月线 甚至我们看月线 我们来看月线 对 月线就是差不多2019年 月线长这样 到139 五六倍 六倍以上 难怪那老板秦玲林 那个身价会变那么多 据说秦玲林小时候家里 也不怎么有钱 他还是靠他爸爸妈妈 种菜养猪 给他付学费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 辛苦成长的过程 所以他对农业 有一个使命感 他从小就有一个养猪梦 别人的梦跟他 我觉得重点他是用科技 才可以把他的这个 沐沿股份做那么大 但是说到 我们台商也有养猪 你一定想不到这家公司 台商还有养猪 问题是台商在中国养猪吗 对 在江苏的江淮 文茂 你那生化家那个大厂文茂 文茂不是科技公司吗 我告诉你 他现在多厉害 他的养猪是用电子标签 然后猪打下去 你这个猪吃过什么飼料 然后打过什么疫苗 有得过什么样的疾病 通通追踪出来 科技化的养猪 甚至有人讲说 他那个母猪生了很多小猪 那小猪之后 他如何听音乐 然后做叶子 母猪也要做叶子 你几个要不要够好 还可以听音乐 做叶子 第一 因为你叶子做得好 你下一次会生更多的小猪 你不会告诉文茂 还搞一个猪的做叶子东西 对 没错 就是这个概念 真的假的 他投入4亿美金 不是小数字 那文茂的股价会涨吗 特别是中国私委 可能我觉得暂时比较 中国私委协议之后 国内 国内的需求 对 这个事情大家比较不知道 所以他现在反映的 可能都是在比较电子这个产业的景气 但是我告诉你 很多 你们都听过 大陆的科技公司 阿里巴巴网易去养猪 我告诉你 台湾的这个科技业组 也在养猪了